好 好 学生们开心的借货书包 笔带以及水杯等工艺品 这是中华邮政关怀云乡儿童 携带教育物资等日常用品 捐赠给台东金风乡 嘉然借达新兴兵茂等四所小学 有学生收到礼物 相当开心地表示 终于可以把破旧的书包更换了 所有书包跟水包 还有洗碗筋之类的 那你最喜欢的书包 书包 因为我的书包有点破掉 最喜欢的礼物是 应该是笔带吧 因为我的钱笔很小 装不了很多东西 我们有些东西购买是不方便的 那这次这样的购买的话 对我们学生在学习上面 有很大的注意 然后尤其送个背包 那学生背背包来上学 大家有个新的背包 那当然在上学的心情上 也非常的不一样 台东邮局表示 近几年积极参与社会公益活动 而原乡地区的资源 不比都市地区 尤其希望尽一份爱的关怀 回馈社会上需要帮助的人 希望受证的孩子 可以更加努力学习 将来也能回馈社会 我统未来就是我们社会的主人梦 我想给他们一些物资物品 这个对他们都是非常的有帮助 我想中华邮政公会就尽了一起之力 能够来帮助他们 让他们以后能够回归社会 能够有正面的力量 帮助我们偏向的海统 这也是我们中华邮政 他也是一直最近都一直参与 这社会的公益活动 因为我们觉得应该是要回馈社会 服务社会 邮局也提到希望借此公益活动 可以邀请更多企业团体 共同关怀需要帮助的人 这次邮局准备了书包 水杯 文具 点心盒 以及日用品 送给四所学校 共450名学生来使用 希望孩子能在快乐的氛围中 学习成长 原事新闻物局 台东京风 采访报导